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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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做食物给小朋友吃 要有益之余也要吸引到他们 今次我就用Panasonic My Chef Store功能蒸汽焗炉 去做一个焗意大利菠菜豆腐卷 我就用了豆腐去代替 传统的芝士馅 吃到没那么漏之余 也会更加有营养 那就不怕小朋友会有偏食的问题 把洗好的菠菜放在My Chef的玻璃盘上 然后放入My Chef多功能蒸汽焗炉的上层 把水倒入柱水箱至指示线 把水倒入柱水箱至指示线 选择蒸汽功能1 时间设定为10分钟 时间设定为10分钟 然后按开始 把蘑菇切粒 把蒸好的菠菜拿出来 榨干水分 再切碎 烧热一只盒 加入洋葱粒和蘑菇粒 炒均勻 然後盛起 備用,將豆腐放入碗裡壓爛 加入炒好的洋葱蘑菇粒和菠菜碎 拌勻 加入鹽、黑胡椒碎和蛋液 再拌勻 這樣就成為菠菜豆腐卷的餡料 將二分一杯蕃茄醬鋪在玻璃盆上 將剛才拌好的餡料放入麵卷裡 再將麵卷鋪滿整個玻璃盆 將剩下的蕃茄醬鋪在麵卷上 再灑芝士碎 就可以蓋上石紙 就可以了 選擇熱風對流烤焗功能 預熱180度 按開始 預熱好之後 將麵卷放入賣 Chef多功能蒸氣焗爐 焗35分鐘 然後將石紙拿走 再焗10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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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